暴雨狂襲 這個新北金山萬里 還有基隆地區 不只是馬路汪洋一片 土石泥水淹沒家園 山區更是發生了大規模的走山 更有很多人是一度受困帶緣 金山有一隊住在 潭子的這個社區的夫妻島 在昨天疑似被水沖走了 今天被巡獲的時候 已經成了兩具冰冷的遺體 豪雨狂炸重創金山山區 連日大雨 山坡承受不住衝刷 大規模走山 土石狂蟹 山貓駕駛博命逃難 恐怖山崩 一瞬間差點一蟹 將山路上的一伙人 滅頂吞沒 壓死在泥石堆 新北金山這間公廟 則慘煙成海龍宮 整間廟一半以上泡在大水裡 泡成水上孤島 金山萬里地區慘兮兮 傳出有多人受困 消防大小艇涉水博命救人 馬路成水世界 淹到柏油路根本看不清 學生受困 下課回不了家 搭小艇返家 金山四所學校 同樣有92名師生 被迫留宿學校 只是依舊傳來不幸消息 4號深夜一對夫妻 在金山潭子內地區 疑似被水沖走 下落不明 但5號清晨6點多時 兩人被尋獲 已經密先死亡 還有公車司機開公車 向在開艇 道路淹成一片 載客湧闖 不過北海岸有6輛公車 泡水嚴重 慘卡路中央 47人受困 3點27分 等到現在喔 對對對 阿怎麼辦 他們還要再繼續等嗎 等來再等一下 苦等5小時還是回不了家 就怕危險 全數乘客被帶往萬里 前進指揮所暫時避難 國軍吊派兩棲突襲車 到現場待命 著名美術館也慘遭水淹沒 戶外斬品全泡湯 損失慘重 太慘 完蛋了完蛋了 而在基隆的海大南宿門口 則出現驚人奔流泥黃海 狂些不只吞噬回家的路 所見之處土黃一片 大自然的威力 讓學生嚇到狂叫 住家門前汪洋一片暴雨 奏雨不停猛炸 只是仔細看 泥黃土海中 驚艦三圈恐怖水龍捲 鏡頭往巷口轉 幾乎家家門前 都湧現詭異噴泉 疑似是排水孔 排水不及 猛爆炸裂 基隆災後一片狼藉 新風街中斷 持續搶修 還是要把邊坡 防護要把它做好 我們現在還有一天半的時間 禮拜天的傍晚 能夠恢復雙向通程 社長謝國良 生日狼被勘災 雖然降雨趨緩 要開始讓居民生活 恢復正軌 藉由周教文財宣常報導 好在剛剛的新聞當中 你看到有一對夫妻 他們很不幸被大水沖走 找到人的時候已經雙亡了 這一回這個整個北海岸 真的是煙慘了 災區的空拍畫面曝光 真的是太震撼了 大水淹過了北海岸 也漫出了民怨 我們先來就是截止張圖給你看 你看到呢 第一張圖 這個是在這個金山區 好道路泡水 夜間空拍畫面曝光 通過畫面 你真的完全看不出來 到底哪裡是馬路 因為通通淹成一片了 來看到這張圖 這個也很誇張 這個淡水路呢 也是馬路嘛 淹成變成跟河流一樣 而且他們沒有納入停班 停課的這個 這個縣市區域裡頭 好那當然呢 這一點也炸出 當地民眾非常生氣 是灌爆了侯友宜的臉書 這個有網友說 這個北海岸跟水上樂園一樣 還有人留言說 小孩回不了家是怎樣啦 那有人很生氣喔 說這個把支援高雄的抽回來吧 那同時淡水民眾更生氣 我們淡水是被遺忘了嗎 好停班停課這麼嚴重 居然把我們遺忘了 不只如此喔 昨天災情很多喔 還包括了 潭子 吸水暴漲 就是剛剛特別提到了 有一對夫妻 他們被衝走了 是雙亡 好還有在耶魯的部分呢 則是有一個這個老先生 他是這個為了清水溝嘛 去沒想到這個被擋土牆重壓 好救出來的時候 下半身已經壓了很久 出現這個 已經有著出現麻的情況 恐怕會截肢喔 在三支的部分 你看到連神明都落難了 這寺廟呢 也被這個吸水暴場淹過去喔 殘淹一片 租民美術館變成了超大蓄水池 最新消息租民美術館呢 停車場裡頭還在淹 水呢還沒退 那昨天統計一下 總共有四個學校 183名師生安置在校內裡頭 金山高中總共有114個人 是在今天返家了 好面對民怨炸鍋了 侯友宜怎麼回應呢 好 侯友宜呢他表示 淡水區經過第一線指揮官 跟應變中心來評估 相關的安置跟救災工作已經到位 災情比較輕 因此他認為不需要停班停課 我們來聽侯友宜的說法 颱風來襲暴雨如注積水變成土黃色 宛如滾滾泥流奔湧而下 猛然沖刷一切 水泥磚瓦造的涼亭 在這股力量面前顯得渺小 看起來左右搖晃 隨時就要被沖走 新北馬街護校外 更是讓學生看到捏拔冷汗 就在校園旁邊一條翻滾的泥水河 宛如猛獸般襲來 水面翻騰 三波濤洶湧 巨浪一波接一波 沖刷路面跟圍牆 新北三隻同樣遭雨淡狂炸 公車裡的民眾向窗外看去 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水威迅速上升 淹過半個成年人高 無論轎車跟機車 瞬間成了潛艇跟水上摩托車 民眾自嘲是搭上了前路艇 另一頭也是民眾搭車 沿路景象宛如世界末日 道路成了水樂園 房子車子全被無情沖刷煙的慘不忍睹 這頭泥流失控 狠狠灌進新北淡水 知名網紅阿公的家 大夥呆愣無助 站在房屋的角落躲避恐怖天災 兩人只能眼睜睜看著滾滾泥水 將家園吞噬殆盡 鏡頭記錄下驚人瞬間 網友近乎 這是阿公的水庫泄洪了嗎 儘管雨勢驚人 三隻也宣布停班停客 但隔壁的淡水 卻正常上班上課 淡水卻沒有停班停客 怎麼看因為災情也蠻嚴重 靠大豪雨來襲 或是集中在我們跨離更新山 天有不測風雨 做了很多的議探 到最後結果未必是淹水 侯友宜表示 有關搶災救災淡水案卷 算是比較少的 經過災情案件評估 才做的決定 風雨過後 留下的創傷跟家園重建之路 還有諸多挑戰要克服 記者黃明君泛雅喬 綜合報導 山陀颱颱風 為台灣的北海岸 帶來驚人的大雨 在新北金山的觀測站 24小時累積雨量 破了600毫米 同時也導致了淹水災情慘重 出現不少的怪象 比如說道路變小河 民眾徒手抓魚 只能苦中作樂 車子開到一半變成了潛水艇 水面上還飄出很多的大型冰箱 大雨彷彿瀑布般傾瀬而下 道路泥流奔湧 民眾宛如在河水中前進 就在這混亂場面中 太厲害了 大概一手抓起一隻超大巡龍魚 另一隻手撐起傘 後面的婦人同樣穿著雨衣 大雨都快看不清視線 雙手抱著戰利品 艱難前進 周圍的人也被這苦中作樂的 喜悅感染 雨淡狂襲新北萬里 另一名阿伯也直接朝路邊積水 拋灑漁網沒想到 一大堆魚在水中掙扎 目測就有十來隻 網友表示本來問朋友 淹水嚴重嗎 對方說再捕魚 本以為是開玩笑 還配上鮑魚哥有夠硬警 颱風為新北京山帶來驚人降雨 還有這幕也讓民眾嘴角失守 整片街道被土黃色積水淹沒 玩如一片汪洋 一個弱小身影探出水面 仔細看竟是一頭攻擊 拼了命的往前游 鏡頭轉到基隆 市區街道水位迅速上升 一台雙門冰箱竟然直接漂浮上水面 向座飄飄河往前飄走 還有輛轎車在旁邊經過 畫面荒謬又不可思議 基隆另一處積水更加湍急 又建一個小冰箱 向座急流翻舟 旋轉翻騰 順著水勢往前衝 沒什麼冰箱災情隨處可見 金山也有一台冰箱 門朝下狼狽溺水 被迫飄流成了一具廢鐵 山土而颱風登陸 又和東北季風相遇 為台灣東北部海面帶來驚人降雨 新北金山觀測站24小時 累積雨量破600毫米 颱風帶來奇特景象 民眾困境中著樂趣 但災後復原 恐怕還有一段路要走 既然畫面巨方亞橋綜合報導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緣緩積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不行 好 9 11 10 感谢观看